首相安娜宣布解除禁令 批准让理发店、金钻行和纺织业 这三个行业聘请外劳 建思基金案控方申请撤销 阿玛萨基金所有47项罪名提控 并获得高庭批准 冰城遭遇将近两小时的暴雨袭击 多地发生闪电水灾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首相安娜宣布 政府批准让理发店、金钻行和纺织业 这三个行业聘请外劳 以满足他们的需求 尽管有关领域的部分申请将获得批准 但条件是雇主必是因先雇佣本地的青年 以及为他们提供培训 中文字幕提供了 首相表示 政府只会批准部分申请 而并非宣布 因为必须透过继执教育培训计划 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谋出路 为年轻人提供训练 有鉴于此 首相将在来临的8号 在内阁会议上商讨此事 另一方面 人类资源部长西巴库马 接受访问时指出 有关的三个领域 需要大约一万五千名外劳 不管怎样 西巴库马表示 该部已做出多项努力 以便本地人能投入有关领域 但由于目前出现各种限制 因此相关领域的雇主 难以聘请到本地人 为了培养学生对技职领域的兴趣 以及提升他们的技能 我国政府致力加强 国内的技职教育与培训计划 人类资源部旗下的技术发展局 副局长Mohamad Yusuf 对此指出 教师在学校扮演着重要角色 以更好地引导学生 清楚了解自己的目标 并选择合适的升学之路 guru-guru sekali lagi memainkan peranan penting untuk menilai mereka ini menilai maknanya mereka tahu pelajar mana yang jenis slow learner average learner fast learner so bagi yang fast learner senang cerita lepaskan mereka apa ini kalau mereka sambung ke perangkat lebih tinggi lepaskan mereka 用足落实各项发展项目及基础设施的提升工程 以便更好地造福人民 与此同时 尼科明也宣布拨款1,073万令吉 以造福大门居民 而地政部则是批准578万令吉 用于霹雳州内人民组屋提升 维护或更换电梯等翻新工程 此外 部长还透露 将拨款170万令吉 给乌鲁靖达区五个华人新村的乡村管理委员会 以进行民众会堂 排水系统 铺路等实项提升工程 随着柔佛双补选逐渐逼近 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达特 以莫塔声明 我国有权根据违规事项发表法律意见或教令 因此 他希望国人尊重伊斯兰教义的权威 不要因政治倾向而受到影响 同时 他呼吁各方有责任尊重伊斯兰教的神圣性 以维护不同种族和宗教社区的团结与和平 明天就是荣佛捕莱国席补选的军警及配偶提前投票日 该选区将迎来927名合格选民 大马水平局委员会官员今天为提前投票的投票站 进行最后的检查工作 这把投票过程顺利进行 水平委员会官员今天上午分别为设立在 新山甘巴市警局行动室 以及水警行动部队第二区部的 弩山达拉里堂的两个军警投票站 进行最后的检查工作 两个军警投票站将开设三个投票通道 届时将有选举官员及警力在现场维持秩序 水警行动部队第二区部 弩山达拉里堂的投票站 从上午八点至下午五点开放 涉及881名选民 至于甘巴市警局行动室的选民人数 仅46人 因此该投票站仅开放四小时 也就是从上午八点至中午十二点 另外选委会官员也在新山市政局大厦 检查已送到的投票箱等用具 为明天的提前投票日做准备 然而同样是在该大厦内的邮寄选票集中心 一共接收226张邮寄选票中的17张选票 所有的提前投票日的选票及邮寄选票 将会在补选投票时间正式结束 也就是本月9号下午五点后才开始进行计算 另一方面 柔佛新邦二南州议席的竞选期也进入倒数阶段 代表新盟出战该选区的候选人Naziri指出 新盟在这段竞选期间 已接触该选区近80%的选民 并获得良好反馈 选情相当乐观 Naziri是在麻坡八口住家会见记者时 这么表示 柔佛双博神的竞选活动正如火如荼的展开 各政党积极举办政治讲座 为候选人拉票造势 截至昨天 柔佛警方一共接获278项政治讲座会 及竞选活动的申请 其中的270项已经获得批准 柔佛州警方媒体发言人 Ibrahim指出 最新发出的准证分别是 普莱国席补选的10张政治讲座准证 以及26张竞选活动准证 至于新邦二南州席补选方面 则是批准两张政治讲座准证 以及7张竞选活动准证 此外 他提到 警方以利案调查有关柔佛双补选 接获的两宗投报 同时促请各政党保持谨慎的态度 不要触及敏感问题 尤其是涉及宗教 举程混合白米活动 Fuzia透露 47宗投报当中多数涉及售价 那就是进口白米的价格 不过进口白米却不在该部的管制范围内 他提到 白米课题涉及两项法令 第一项是1994年 道米及白米控制法令 在这项法令下 个人为例罪程将被判罚款最高25000令吉 或监禁不超过两年或两者兼施 而处罚的公司则将被罚款最高5万令吉 第二项法令就是2011年商品事务法令第五条文 个人为例罪程可被判罚款最高10万令吉 或监禁不超过三年或两者兼施 而处罚的公司则将被罚款最高25万令吉 不管怎样伏价强调 本地白米的价格将受到政府管制 目前售价为每公斤二令吉60千 至于进口白米则没有受到管制 因此售价将依致市场浮动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指出 该公司自上个月31号正式结束 与布拉辛食品服务公司之间的飞机餐食合约后 本月一号起启动其业务连续性计划 为特定航线提供飞机餐服务 在过渡期间 网航允许乘客自带餐食 在选定的或者是指定的航线上使用 但前提是禁止携带非竞争式的食品 还有自热食品 根据网航更新的常见问题阐明 替代餐食的选择是要遵守相关的规定 国际旅客从马来西亚的国际机场出发或中转时 不得携带超过100毫升的液体 对于那些订购特殊餐食的旅客 竟与某航暂时无法提供这些损项 因此允许乘客自带餐食 不过这项举措仅适用于受到影响的航线 上个月31号 某航正式结束与布拉辛食品服务公司之间的飞机餐食盒 本月1号起 某航启动其业务连续性计划 为特定航线提供飞机餐服务 而在过渡期间 某航除了允许乘客自带餐食外 还会向受影响的乘客提供改期航班的餐食和预包装餐食 并通过电子邮件和短信通知乘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国家独立和国庆对马来西亚子民而言 有着非法意义 彭亨 马兰在野花园居民认为 每逢国庆日必须以辉煌条文为主题来装饰住家 尽管装饰住家需要自掏腰包 但是这是表达爱国情操的行动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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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野花园的庆祝活动将持续到9月16日的 马来西亚日 当地民众认为爱国精神应该成为年轻人的榜样 以维护国家的和谐 为了维护国人的利益 团结政府展开昌明医疗计划 在私人诊所提供免费治疗 以减少医院里出现人满为患的问题 截至8月1号 五国超过600家私人诊所通过该计划注册 也提供相关服务 中文字幕提供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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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实施该计划 大反转 检控方向法庭提出释放但不等同不罪的申请 并获得高庭批准 意味着阿曼萨希可以获得释放 不过控方在未来依然能够以相同的罪名进行提供 本案的主控官 也发出释放但不等同无罪的提令 这意味着阿曼萨希正式获释 不再面对有关检控程式 但如果出现新政治 控方依然可重新传唤阿曼萨希 较早前 阿曼萨希在挪用健康思维基金资金案中 面对47项罪名 包括12项刑事失信罪 27项洗钱罪 8项贪污罪 案件在2019年11月18日开审 控方供传唤99名证人出庭公证 并在2020年3月19日完成指证阶段 去年1月24日 高庭裁军阿曼萨希表面罪名成立 预令他出庭为这47项控状自便 该案件原本应该在今年4月10日至7月续审 但基于阿曼萨希在去年12月8日及今年1月25日 向总检察署提呈两封陈情书 以撤销所有控状 审讯因此宣告战言 上月24日 阿曼萨希的律师图案指出 超过二百页的陈情书足以证明阿曼萨希的清白 并敦促总检察署尽快定夺 日前 水浪额艳名失业男子因不满父亲唠叨 手持铲子将父亲活活打死后弃尸路旁 男子今天在谋杀罪名下被邀往法庭面控 但由于还需要等待验尸和化学的报告 因此推示则定将案件在10月6日过堂 巴达林在野警区主任 穆哈马法库定助理总监指出 警方在嫌犯家中发现血迹 并充公一辆第二国产金融鱼轿车 急易把产资进行调查 嫌犯杀父的行为抵触刑事法典 第302谋杀条文 一旦罪成 唯一刑罚就是死刑 由于此案涉及高等法庭权限 同时还需等待验尸和化学报告 因此 推示则定10月6日重审此案 据了解 40岁的嫌犯是在8月26日凌晨2点15分 在双西威移动公寓被捕 事发时 嫌犯不满父亲的唠叨 便使用产资把74岁的父亲活活打死 过后再使用窗帘裹着尸体 丢弃在路旁 槟城今天圣午遭遇将近两小时的暴雨袭击 强降雨导致多个地区的排水系统水位上涨 路上严重积水 进而发生闪电水灾 就连光大一带也难以幸免 大雨在中午12点开始减弱 水位也有稍退迹象 冰岛上午10点30分下起一场豪雨 在大约一个小时后 多个地区的水沟水位迅速上涨 导致多个地区发生闪电水灾 交通也陷入瘫痪 槟城销整局及民防部队在接获水灾头报后 派员前往灾区展开救援行动 此外 一条蟒蛇趁着闪电水灾之际出现在路面 为了避免蟒蛇伤害到他人 庶民民众急忙将蟒蛇捉住 并带往其他地方放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展 台风海魁 来世生兄 三号下午以时机以上阵风 席卷整个台东后 今天清晨在高雄再次登陆 由于台风海魁风力强劲 造成当地多处遭到破坏 超过4万户的家庭严重受到影响 台湾气象局指出 台风海魁在高雄和台南沿海附近地带滞流打转 受地形影响 台风的强度已经减弱为轻度台风 且暴风圈略微缩小 不过台风中心目前仍在台南西部 而暴风圈依然笼罩花莲 台东 台中 以南 陆地和澎湖 气象局观测 台风海魁预计将在明天星期二登陆福建省 虽然台风逐渐远离 但星期日晚上开始 台湾南部的降雨量逐渐增加 目前陆上警报区域涵盖台中 花莲 彰化 南投 云林 嘉义 台南 高雄 台东 平东 恒春半岛 彭湖 金门 海警警戒区域包括台湾海峡 台湾东北部海面和台湾东南部海面等 根据统计 截至今天上午十点 在其中二十万七千九百二十二户家庭的停电问题 已经获得修复 三万三千七百四十户还没有附电 与此同时 台风海魁共造成三百七十二座基地台中段 其中四十二座已经修复 印尼政府日前宣布将推出黄金签证 为不同类型的海外投资者制定不同的适用规则 这项举措旨在吸引外国投资 以推动印尼的经济发展 印尼当局日前指出黄金签证是一种延长五至十年的 居留许可 五年签证要求个人投资者成立一家价值二百五十万美元的公司 十年期签证则是要求投资五百万美元 在这项措施下 企业投资者需投资两千五百万美元 才能获得五年期的董事和专员签证 而投资达五千万美元才能获得十年期签证 此外 印尼政府也推出不同的适用规则 对于不想在印尼成立公司的外国个人投资者 可以购买印尼政府劝证 此外 印尼政府也推出不同的适用规则 对于不想在印尼成立公司的外国个人投资者 可以购买印尼政府债券 所需资金从三十五万美元到七十万美元不等 印尼法律与人权部部长在声明中补充 一旦抵达印尼黄金签证持有者就不再需要申请许可证 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内容 我是周明渝 感谢收看 感谢观看